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的日子非常非常的特別 我把以前沒有頒出來的獎狀都頒出來了 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在那個華人獎師聯盟去演講的時候的受頒的證書 然後這個是去彰化施工所分享網路創業的經驗 這個是去福人社演講的感謝函 很多其他的那個 還有很多竹帆不及貝仔 其實沒有那麼多 那今天為什麼會特別把這些東西搬出來呢 是因為 因為那個 今天有一台攝影機來家裡拍 有一個新聞記者 我們看一下 會拍到你喔 有沒有看到 看一下就好了 因為那個大哥他們不方便曝光 因為今天有那個新聞記者過來拍 所以呢 把這個以前呢 不曾拿出來的獎狀都把它擺出來了 你看 平常不會擺這些東西啦 那今天剛好有新聞記者來拍 那來拍什麼東西呢 最主要就是 網路行銷要怎麼做齁 才會讓你簡單便宜又快速 讓你省到很多包 而且又賺到錢 那你可以用很多網路行銷的工具 譬如說 怎麼去製作網站 用便宜的方式去製作網站 然後怎麼去宣傳 譬如說 用便宜的Facebook廣告 去打廣告做宣傳 那你可以 把 你自己錄製的影片 用便宜的方法去錄製影片 譬如說 我現在錄的影片 就是用我的HTC手機錄的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影片 上傳到YouTube去齁 YouTube也是一個免費宣傳的工具 那這些東西都把它整合在一起 可以把它融會貫通 全部放在網站裡頭齁 包括影片 你的文案 你的圖片 還有Facebook怎麼去 把你的那個圖片 弄得漂亮一點 或是把文字弄得美光 弄得漂亮一點 然後你怎麼去拍攝 你怎麼去錄影 其實像 我其實也有很專業的相機 譬如說 譬如說 我也有單眼相機 我有單眼相機去錄我 然後呢 我也無線麥克風 可是 當初我還沒有賺到一點點錢的時候 我沒有錢去買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太貴了 要兩三萬塊錢 可是 現在的人都有手機嘛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手機 沒有手機你騙我 怎麼可能 你一定有手機 你的手機可不可以錄影 可以你不知道而已對不對 你的手機其實可以錄影 就像我現在就是用錄影的模式 而且我是用自拍的模式在錄影 解析度好不好 解析度其實非常夠用 夠用就好了 你不要要求太多 因為你剛開始沒有賺錢 你沒有賺錢 要追那麼多幹什麼 你的網路行銷 只要能夠把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表達清楚 然後用手機拍下來 如果你今天是在賣農產品 或者是你今天是在賣衣服 你要表達是 你的農產品的特色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東西 直接拿出來分析給人家聽 那你可以把衣服展現給人家看 當然 你的賣東西要 是要求照片精緻度的話 你當然就要做一些設備上的投資 讓你的照片解析度更好 更棒 拍出來更漂亮 那如果你是功能性的商品的話 你就要試著像我一樣 把它拍成影片 譬如說 我現在賣這台相機 我要告訴你說 這台相機的 鏡頭是18-55mm 那我的自動對焦功能是什麼 那我可不可以放熱靴上面 放這個 放這個無線收音的麥 那我要去哪邊買這個無線的麥 這個 我怎麼去錄影的時候呢 把這個麥的聲音輸入到相機裡頭去 這些都要經過 經過一些專業知識的挑選 假設 因為有些相機 它是不支援這個麥克風輸入的 那你如果買錯的話呢 你就沒有辦法外接麥克風 所以這個 要問清楚你才去買 那今天大致 簡單的介紹 網路行銷的 我平常在做的一些 一些重點工作 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樣 就是 在家裡就可以創業的話呢 你有一個最便宜 最省成本的方法 就是 賣你腦袋裡面的東西 賣你腦袋裡面的東西 所以你腦袋裡面要不要有東西 要 你要有東西 如果你腦袋裡面沒有東西的話呢 那怎麼辦 趕快去看書 趕快去上課 趕快培養更多專業知識 你腦袋裡面就會有東西 專業知識是非常值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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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三次 謝謝大家 掰掰 好 先錄到這裡 在平常都講這麼長 沒有 大部分是5到10分鐘 5到10分鐘 對 卡